海運業也開啟了環保勢頭 有一群造船工人 從世界各地來到哥斯達里的一個漁村 彭塔莫拉萊斯 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零碳排放遠洋貨輪塞巴 利用風能和兩個輔助的全電動引擎當作動力 計畫將於2021年完成原型 巨木與鑽木的沙沙聲不絕於耳 哥斯達里加太平洋沿岸的一家造船常理 聚集約200名來自27個國家的工人 正在建造一艘世界上最大的 也是同類型船舶中第一艘的零碳排放遠洋貨輪 船身長45公尺 以中美洲原住民的聖樹塞巴來命名 貨輪龍果全為木造 使用的木材來自四雙森林 人造林或附近倒下的樹木 造船公司希望證明 在21世紀也能夠在不污染環境的情況下 運輸或物 我們現在是一個危險的 在地位中環境地 我們要去減少 Challenges carbon 空物及保育物 水晶的沙發 造船公司预计投资420万美元 远新台币1.2亿元建造塞巴 于2022年开始并展350吨的货物 在加拿大厄瓜多尔和夏威夷之间航行 并在6年内收回成本 不过塞巴的最大零碳排放 远洋过轮的头衔可能会被取代 一家瑞典造船公司去年也宣布 推出以风能为主要动力的海洋鸟 船体200公尺长、40公尺宽 一次可载远约7000辆汽车 海洋鸟的繁铁是船上约80公尺高的 可伸缩机翼繁 当通过桥梁或遭遇强风时 可迅速缩小进行调整 造船公司在瑞典政府的支持下 预计在今年底前准备好完整设计 并于2025年正式登场首艘船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